大家好 又到了收市之后的EJ Marquez的时间 我是李婉盈 还有身边的嘉宾就是信部投资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罗崇博 大家好 李婉盈利 大家好 今天有没有惊惊的感觉 还是在远期之内 其实预料会调整 其实预料会有机会调整 但今天一跌跌那么多 我都有少少意外 虽然我很沉过两个礼拜都不停不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这些胆小的人 最后的几百点就留给人赚 我这么厉害 先带走我们这些 这世界不一定会到的 大家猜猜 你猜不猜昨晚纳指比较脆 跌了一点多 其实纳指已经预料一定会脆 来到这些位置 但我预料的条件是没有想过今天可以跌得这么激烈 先看大市的走势 今天这些兜全灭 恒指今天一来 已经跌跌283点了 殊不知这个几乎是今天最高位 接着一直都在横行 在低位陪回 尤其还要加多一阵下午的时候 跌过496 最低过29127 收市是29177 跌446点 跌幅1.5% 跌穿了我们信报 投资研究部一直认为29200点的成交密集区 今天成交大幅增加到1719亿多 部分应该和MSCI的rebalancing有关系 至于国企指数走势也一样 由头跌到尾 本来是1.5% 今天来说 跌得很全面 我觉得不要只赖腾讯 每个人都有份帮忙 今天真的很齐心 今天腾讯跌了13.6% 跌了3.33% 收398元 还要全日最低位收 接着 以沙巴平安 77元跌 3元 跌幅3.75% 汇控很厉害 没有起跌 有帮保险跌了2.6% 跌幅4.02% 然后中银香港 今天本地银行股 真是厉害 昨天升6元 升1.5% 健康跌7仙 国寿7元 金利峰金融 今天升1.5元 6元 升幅19% 税升跌10.3% 跌幅6.18% 港交手跌4.8% 收235.2% 跌2% 今天来说 其中一个成交大幅上升的因素就是MSCI MSCI指数成份股换码 现在开始生下 即今天收市生下 很明显看到在临收市前 有一堆钱 还有U盘也是很厉害 这一堆股份分别是MSCI香港指数 中国指数里面 新加入的股份 不过也不是很一致上升 是金利峰临斜斜斜斜就升得更厉害 另外美图公司升3.4元 升3.4元 华润升1.1% 雅居乐升0.7元 稳疾升0.9元 今天来说 做得好的就是银行股 究竟不是因为港元策息上升 对他们有帮助 今天除了汇控无弃跌之外 东亚是升3.3元 恒生升1.6元 中韩香港升1.5元 大声银行升1.1元 就是渣打 国际集团升0.6元 还有今天跌得狠狠地跌的就是保险股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也挺值得看 勸伤到友邦的评级很分歧 大和就说他有内敌业务局方面的效益 还未完全反映在他的股价上 所以将他的12个目标价是80元 投资平均是买油 但另一个极端就是麦格里 麦格里就是认为他刚刚公布那份季度业绩 他觉得比他们预期差 所以将他们的12个目标价是53元 投资平均是跑输大市 我觉得真是夸张 怎样可以有这么不同的看法 但保险股方面 现在有帮保险的确是跌幅显著 但也不够深火仁兽跌4.1 那么厉害 接着平安跌3.8 接着财险跌2.1 国售跌2.7 中安在线跌2 是保证今天升1元最厉害的 还有说了这么多 今天是下跌股份佔多数 整一大市有2.9股份上升 恒指成分股2.4股份上升 接着国伺成分股 也只有19%的股份上升 但也有些初恶为主 就是今天部分的地产收租股 是不错的 恒联系今天是普涨的 其中以欺慎兴业升4.6股份上升 半导体股 昨天中芯国际集资 又配股又配可换股证券 但是配完之后 麦格里仍然看好他说 他是平均高营大舍 他10月目标是15元 不过今天半导体股也跌到一棵棵 中芯国际也升6股份上升 其余跌幅较大 好像ASM太平洋跌3.8股份上升 中国软实力4.2股份上升 复旦和先进半导体 亦是上升1股份上升 接着国家通议局 今天公布了两个数据 一个就是制造业的PMI 11月PMI是51.8股份上升 比10月升多了0.2个百分点 其中新订单指数是53.6股份上升 按月升了0.7个百分点 比人理想 非制造业指数方面 11月比10月升多了0.5个百分点 其中新订单指数是51.8股份上升了0.7个百分点 比人理想 不知是否因为这样 今天虽然是下跌当中 但也不少跟基因建设有关股份做得好 包括有电力设备股 今天哈尔滨电器升1.2 中国高速传动和上海电器升0.3 都是升幅由逆市上升的电力设备股 铁路基建股真是厉害 人家升的时候他不升 其中以中国铁建的升幅较大升2% 跟着就是中国中铁和交通建设 升0.5% 还有重型设备股 到今天都液市上升了 真的有些坑头 除了农冬下跌之外 升幅较大就是重器升幅2.5% 中年重荒原围柴动力升幅1.2% 三一国借升幅0.8% 同样液市上升的是部分煤炭股 好像是摩高mining升幅3.4% 流东晋安升幅5.8% 河南金马能源升幅2.9% 还有今天部分的食品股里面就是维他纳 维他纳前日公布业绩没有反应 今天就来到历史上升幅5.5% 1027中国集成提出以换股的方式 397均羊金融5.5%的股权 换股比例就是每5股的中国集成换4股均羊 均羊的伏牌也很大波动 跌过1.6%之后反弹 终于收市升了接近75% 升幅榜首 中国集成昨天伏牌之后跌了2.4% 今天也显着反弹了25% 接着另外在升幅榜看到的股份里面 就这两者最劲 2012阳光尤沙就排升幅榜第六位 他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最新消息都是获得一不三个月期年 息6%的1,800多万股东贷款 用来做一般营运资金和现有业务的未来发展 接着在跌幅榜里面 就看到最劲的是948 跌幅榜首就是用达控股 其实是好消息 他们公布针对他们的清盘情请已经驳回 临时清盘人也已经解除 另外还公布中期盈利112万多美元 按年升3.9倍 但今天股价也跌了接近46% 是跌幅榜首的 今天来说不只是说股价注下跌 内地股市今天也是向下 最低是升3点上证指数 结果最差跌31 收市跌20 收3,317.0.62% 成交比陈文略低 有1,920多人民币 收市跌成份股指数一跌到底 最差跌174 收市跌138 收10,944跌1.3% 而AQ创业板指数 今天最低是升5点 最差跌22 收市1,770跌17 跌幅都在1% 今日整个亚洲股市都是下跌为主 是日本零零零零零 再升127点 升8%0.57 但其实如台湾 南韩 印尼、澳洲 本身都是下跌 好 观看了这么多 我今日 欢迎朋友 如果你有股份 和我们谈问 多数是问腾讯的 不如第一件事先问腾讯 那人腾讯先说大事 好 腾讯 要赞向Kelvin Kelvin这几天前已经说700 他觉得是弱势股 Kelvin看得很淡 你不是看368的吗 好像今早要寫280元 很有心得 好 他说已经弱势到 比美8200收新台 腾讯说几句 昨天纳指跌下来 现在最新 欧洲那边就没什么 欧洲那边暂时做得不错 德国升0.4% 而美国来说 道指期货还是升67点 纳指期货就暂点 没什么升跌 今晚的情况会如何 其实跌市永远 觉得很惊讶 昨天来说纳指跌1.3% 其实每隔一个月 也有一次急跌 每次跌至20天线 由9月份开始 每次跌至20天线 昨天的低位 也刚刚跌至20天线 看看今晚能不能够 或者稍穿之后再跌上去 你看到图 现在腾讯 今天跌穿了20天线 RSI还顶得住 在50那些水平 过往来说 都曾经今年跌穿过 50多日 但之后都能够 咬上去 今天来说 没有办法的 腾讯来说 纳指也做得差 科技股 加上MSCI 比重 都由11.5% 都调低 上限10% 都有少少影响 但基本上每面 是没有影响的 其实现在腾讯来说 到400元来说 如果是说实力 你是有实力的话 其实现在第一注 你买我也是不反对 逐注分注买 正如我之前 星期一所说 暂时都猜不到低位 50天线 大概367元 慢慢上移 369元 369元 370元 是一个不错的支持 但大家要小心 通常问股 我知道你们 最近都很喜欢玩些卵静 卵静来说 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想着 之前吃过翻层 这次跌 买些卵静 卵静一定要看条款 你这样刺下来 千万不要买些高日价 年份 年期短的卵静 尤其是卵静来说 高日价 之后都是变费 自己的机会比较大 还有你呢 牛症也是 如果太贴的收回价 亦都是非常危险 你不要想着 牛症没有时间值 其实一样是会消耗财务费用 所以如果卵静来说 要小心一点 如果要玩的时候 似乎要跌到 正股跌到一些重要的平均线 都先是抠它反弹 否则的话 不要乱抠 这些 不是抠 卵静不是用来抠 对 没错 好 接着有春艳 有春艳 有Patrick Lam 我有Patrick问 你预计年底调整完了吗 年底还有一个月 即你觉得现在调整完了吗 今天1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12月份 就给大家 千万不要跌穿 11月份的低位 即是28137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一路上来 每个月都是 基本上都是一底高一底上 如果12月跌穿2137 就变成一底高一底的形态 或者会破坏 调整可能会深一点 否则的话 如果你恒指下来 现在大概28700 第一个位置 28700大概是50天线的水平 这些位置来说 即使跌穿50天线 你要看三天 不要连续三天跌穿 我之前也说过 因为你今年来说 4月 7月 和9月都试过 都是跌穿过50天线之后 所以这次来说 50天线 第一个位置 28700要看住 嗯 所以 28700 28700 就是50天线的位置 大位 就是今个月 即是11月份的低位 28137点 不宜失守 不宜失守 嗯 不宜失守 但我常常看RSI 周线RSI 日线RSI 之前都说过 平保非常严重超慢 騰訊亦是這樣的情況,所以亦是要回的 基本上沒有受影響 加上現在平保,大家當是新經濟股 納子跌,平保也有份,不當是舊經濟股 所以這期煞下去比較急一點 今天跌穿了20天線 不排除再低一點,之後才會咬腰 波幅會大,短期波幅會大 我又不是太擔心平保 明年來看市場有機會突破歷史高位319500的行指 有機會以估值角度看,有機會上升到39,000 今天女子人的分析 所以市場要上升,怎可能沒有騰訊和平保 問題是考慮財政策略的問題 你是有錢追求的,分住追求,不要追求太貼 分住追求,長線來說也是有機會受惠的 我覺得可以討論一下你80元進入的位置 我不知道你是這個位置80元進入,還是可能昨天才進入 不要緊,都是80元,如果之前80元錯過了,沽出也很難說 現在80元買,看看你佔投資的比重,比重是大的 你現在指洩都是輸很少 所以指洩位定得嚴謹,都是好的 你不要說跌到很多,10%才止洩,其實都挺肉赤的 你現在80元跌到77元,如果這些位置止洩,少少的 或者減磅,不要叫止洩,自己會舒服些 你舒服些來說,我覺得對自己之後的操作便好 留下蛋液也不是壞事 雖然我的樣子看起來像炒鬼,但其實很穩陣 對於這些股份,這些穩健的股份,我又不會介意 例如騰訊,你陪他這麼多年,去年開始的業績突然突飛猛進 你記得前幾年的騰訊,每份工務業績前後 那些是一跌跌你幾十元的 你隨時被他摸走了,但你一定要堅定不移 今次的跌多的,由439.6元,都跌了9% 對於這些有實力的股份,其實你要有持貨的能力 不用怕,這些就不怕溝 我平保不是太擔心 好,接著有朋友想問一下LYCHR,想問一下27號 銀河娛樂 銀河娛樂今天表現相當比想像中好的 其實是,為甚麼 就是豪賭股,之前都說的,一定是首選27號 哇,明天公佈 你這麼天怒人怨,你還好意思 明天公佈賭收 說給人知道大家28個半賣了 那就恭喜他,應該很多手 對呀,你放紙妖娛樂 看看可以去到多高,你很擔心 他擔心市回得急,銀河可能會受影響 你見今天跌下來,都賺少了,有少少不開心 如果你進取一點的話,要穿50天市便離開 這些就是,將指賺位一路推高 你現在看來就是,如果你覺得不舒服 那間銀河,我不覺得應該是長渣的 因為它過了最高峰期 那你就用指賺位定在這裏 定50天市,現在最新50天市是54.5元 那你就用這個做,做參考 估值上就不算便宜了,銀河都是 那就要看它 因為始終都是屬於新經濟股 這期新經濟股,包括科網,譬如豪島和醫藥 這些都是屬於大行所歸類的新經濟股 這陣子就稍為弱一點 舊經濟股這陣子就好像有一點點氣息 你見本地銀行股,水泥股都做得更好一點 但我仍然認為,明年來講 投資的主存率仍然是主力在這些新經濟股上 你的市要想都是靠這些增長股去支持動力 其實想知道那隻股份究竟什麼叫貴什麼叫便宜 其實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個就是我們EJFQ 就是我們順暴讀解研發的分析工具 你進入到股票場景這裡 譬如我現在打擊入了27號銀行語落 我們有一個功能就是叫做FA加Flashheet 裡面就會有一些資料參考 其中一個,譬如我想看看市盈率 現在27號銀行語落的市盈率就是這裡 即是高還是低? 這個叫中間 低的話當然是便宜 高的話就叫貴 相對來說它現在是偏貴的 是比中位數高0.5個標準差 你途中所見 高一點不算很誇張 因為你2014、2015都試過偏離標準差 有一個標準差兩個標準差都有 不算貴得很厲害 中位數但就不算便宜 但留意它接下來的增長都有 如果你看過預測BEG 未來兩年的預測 都是低於一倍的意思 即是說未來的市盈增長率 所謂PEG 增長都是不錯的 所以不用擔心 好了,談到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留下明天同樣時間 或者你不等同樣時間 明天開始前 阿范阿會再和大家一起追Market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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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